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今晚主讲这个主题的主讲人 是Viva的冠军 第一名 也是我们今天六位分享者里面 最年轻的一位 最年轻 但是拼接却是最高的 他是我认识这么多人当中 最积极 态度最好 学习能力超强 战斗力最高的一个人 也难怪他是第一名 他是谁呢 他就是我们的飞马领队9 三横 周历 感谢老板的介绍 大家好 我是Joe 今天我主讲的主题是公司 这么多年来 这个主题谈了无数次 每次谈的方向都一直希望说 让你感觉到Viva公司有多好 Viva公司有多伟大 今天这个赢在Viva3的直播培训会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所以这一次我不想特意去证明 到底Viva公司有多了不起 有多伟大 相反 我想要好像那些对直销负面的人一样 一起想方设法地来批评 想方设法地来攻击Viva这家公司 第一 Viva的产品贵 贵到离谱 贵到当时我的干爹David Yeo 被骗去买几套 我直接骂他出话 我心里想 这是一间什么鸟公司 这么厉害骗人 我真的不相信这么贵的保健产品 也能够骗到David去买 真的 当时我心里超级不爽 超级不平衡 其实说到负面 我比任何一个人还负面 他买了不用紧 他还逼我做 逼我帮他做 当时我跟着David 当时我跟着David 在他店里面卖手机 卖手表 打工 他自己被Viva洗脑了 自己被Viva影响得很兴奋 自己买了很多很多的货 蹲在店里面 结果不会做 还要我去学 还要我帮他做 不过我知道 当时他这样下去 店里的生意肯定完蛋 有可能他会把那唯一一间的店面都关掉 跑去做Viva 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如果把店关掉 那么我就会失业 那么我要重新去找工作 所以没有办法 就算很不爽 也要假装配合 假装很有兴趣 他也是理所当然地 叫我去学怎么样 谈产品 怎么样做了一位 因为他不会 当时他没有读过书 不识之 我就这样为了饭碗 被逼之下 很不甘愿 被逼的去学 逼学还不用紧 还逼我去跟我的亲戚谈 还逼我去卖给我的朋友 亲人 去赚他们的钱 当时我觉得很丢你 而且非常地痛苦一段时间 当然 我有我自己的坚持 他可以叫我去做这个 叫我去做那个 我都可以做 但是当他要我去认识 一位的人 要我去参加一位的活动 我打死都不会去 怎么样逼我都没有用 怎么样骗我都没有用 我死都不会去 就算陪他去一位公司 我也没有踏进去一位公司 一位的办公室一次 我永远都会坐在公司 对面的咖啡店 等着David出来 死都不要进去 因为我知道 这种骗人的直销公司 我接触太多了 他们的那种谈法 他们的那种话术 他们的那种环境 他们那一类的人 是我最讨厌的 甚至有时要参加他们的会议 还要学他们唱歌 还要跟他们跳团康 还要假装很积极 假装很赚钱 假装很成功 那些都是我受不了的东西 甚至我觉得很恶心的事情 所以我死死都不进去 怕进去被人包 被人洗脑 就这样 David做了一年多 我也帮他做了一年多 我都没有进去过 一位公司一次 甚至当时我的业绩 只差一点点就完成 Eletree Star 我都不想要完成 不想要去做 在当时如果 在Reway做到Eletree Star 他是Reway的Top10 他的重量就好像 今天的飞马六一样 不过又怎样 我只差一点点 差一步 我都不想要去完成 我觉得 这种所谓的表扬拼接 对我来说 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总认为 这些都是拿来骗那些 爱慕虚荣的人 很缺乏自信心的人 后来这件事情 甚至惊动到老板 没有人可以说服我 David也说服不了我 就这样 我觉得做直销 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这种直销公司 随时会打包走人 留下一群笨蛋傻瓜 在那边吵 在媒体告发 找政府告发 这个我每天都看太多 所以只要能不做 我马上立刻就会停止 不会想要留多一分钟 而且当时的Reway 讲到自己到底有多了不起 在我心里 真的是暗笑 这么厉害的公司 在马来西亚 也只是在马来西亚 北部的一间小小的镇里 一间小小的分行里面 开着一间小小的公司 讲到多么了不起 结果在新加坡 总部也只是在新加坡 一个非常偏远的工业区里面 租下一间小小间的办公室 租金没有错 也就是那七八千新币 我总感觉随时 这间公司可以拍拍屁股 走人的那种 但是我一直不明白 为什么越来越多人 加入一位公司 我觉得他们都被洗脑了 然后我觉得很庆幸 我没有被洗脑 只有我是清醒 还有他们讲到老板这个人 到底有多了不起 到底有多伟大 我看过他的CD 他也只是大我几岁 他也只是很会讲而已 所以多了不起 就这样 开始组织也有一点人了 被逼做 也要做得相应一点点 反正都是要骗人 戏要演 要演认真一点点 我跟我的人 也是讲Reway到底有多厉害 到底有多好 一直到Reway三周年 我还记得 在槟城举行 我的介绍人 阿文安 当时是一个计程车司机 跑来跟我说 Reway周年庆 多么了不起 多么厉害 多么的 多么的大 甚至说 甚至说到晚宴的碗 碟 筷子 汤匙 都是金的 我告诉你 真的都是骗人的 不过当时没有办法 组织已经有人了 很多人都被骗去 马来西亚 槟城参加这场会议 我这个座上线的 如果不要去 谎话没有办法盖 才这样被逼 无奈的情况之下 跟他们一起去 槟城参加这场晚宴 去到晚宴的时候 碗不是金的 碟不是金的 汤匙 筷子 也不是金的 再一次 让我确认了 Reway这间公司 是骗人的 当年的网宴 还发生了一些 不愉快的事情 你要知道是什么吗 桌子安排出现问题 跟别人争桌子 结果对方的聘接 比我们高 在Reway的权力 比我们大 我们必须要 把桌子让出来 安排到别的位置 结果我们被安排到哪里 你知道吗 我们被安排去门口外面 那天人很多 会场里面爆满 那些桌子 是摆在门口外面 我就坐在那里 妈的 这是什么鬼安排 我当时心里很不舒服 我甚至在心里跟自己说 以后绝对不会再参加 Reway任何的会议 心里面在骂着Albert 骗人 对Albert很不爽 很不满意 也对立业公司很不满意 很不爽地坐在那里 很想离开 但是又不能离开 因为当时David被表演 Electric Star 怎么讲都是自己人 也要支持一下 不能就这样离开 反正我是吃素的 没有Albert承诺的报应 一次对我来说也无所谓 就坐在那里吃我的 一直到晚宴的最后一个环节 进入奖这个奖项 老板上去亲自卖进入奖 说到有多厉害就有多厉害 结果成绩揭晓 金路奖得主竟然是Albert 我当时傻眼 当天这么多人 为什么是Albert 当时我真的认为 Albert在我眼里 只是一个送货员 只是一个计程车司机 什么都不会 就连几毛几毛钱 都会去赚的那种人 我们怎么讲 当时在店里卖手机 也是看过一些大钱的人 不明白为什么Albert 可以在这里得到这么大的荣耀 当时我被刺激了 我知道David也一样 被刺激得很惨 过我们很不平衡 心里在想 Albert也只不过 是比我们早加入一点而已 他是幸运的 我们不一样 我们有实力 我们比较厉害 如果我们要 肯定会比Albert做得更好 当时就抱着想要证明的心理 反正也参加骗人了 骗一个是骗 骗一百个也是骗 好了 拼了 全力去做 刹车器放到碗 油门踩到碗 开始参加六位 各个大大小小的会议 也开始认识越来越多六位人 六位高层 开始接触老板的时候 开始接触公司的高层的时候 越来越了解他们 觉得他们其实还可以 没有我们之前想象的这么糟 公司的一些作风也还可以 一起遇到问题的时候 处理方式也没有让我们很失望 发现到之前的晚宴 都不愉快 也只是碰巧而已 这些高层的人也还OK 慢慢的接触 越来越多 投入在这个市场的时间 越来越多 当然 一起遇到问题的 也越来越多 发现到这个老板在处事 在带人处事方面 很少为自己着想 都是先牺牲自己 都是为了组织 为了我们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不过一件事情 两件事情 三件事情 一直这样累积 没事的结果 都一直触动着我的心 慢慢的 我自己也成功地被他们骗到手 成为了立委任 到了今天 我做了这个骗人的公司 已经接近十年了 这十年来 我被公司骗了很多 公司骗我成为一个 很受组织欢迎的领导人 他骗我 骗到我自己能够去买一间别墅 在海边 让我的孩子跟老婆 舒适的生活 他骗我 骗到用一两老师 来试 Fandom 过后 还可以买多一两 过后 他还骗我 拥有这样夸张的能力 就去买一辆 Flarry 488开门的 最后我自己还受不了 跑去买一辆G63 他把我骗成一个 想要什么 就能有什么的一个人 这就是立委骗我的 还没有完 还有更严重的 我相信我是整个 Riverr被骗的最严重的 那个人 因为在过去的一年里面 我是Riverr国际 的第一名 飞马九三环 一个白环 一个玄环 和一个红环 也是Riverr国际 第八位得到金路奖得主的人 你说严重吗 他还骗我 骗到我的组织的人 遍布世界各地 就算现在有飞马 在我组织里面产生 我都不认识 组织大到不认识 我自己的飞马 真的被Riverr骗到有够厉害 最后一句话 这样的一间公司 我这一辈子是准备被他骗下去 你呢 我的分享倒是这里 谢谢 感谢之后的分享 真没想到公司这个主题 还能这样讲 还能这样反过来讲 我被他鸟 都被鸟得很爽 果然厉害 果然是在市场里面打滚的人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我听他讲的时候 突然有一股感动 甚至几度想要流眼泪的冲动 因为我知道 他这是牺牲自己 牺牲自己的正面形象 不怕人家误会 想要去补全 我们时常被攻击的缺口 他确实是一位 非常称职的领导人 他是应该受人尊敬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